好, 歡迎各位收藝曲 現在的時間是2019年6月18日 晚上22時02分, 我是栗子8月2日 今晚就不踏曲 就講這個剛剛完結了的Facebook Hacker Cup 那之前那幾天呢, 我就 沒有拍到片, 去做這個Lead曲 最主要原因都是因為這個Facebook Hacker Cup 那他大概在2019年6月14日至17日 第一個Qualification Round 那他那個 比賽的Rules就是 你只要在這裡隨便答中一題, 你就可以向前走 那他今次這個Qualification Round, 他有四題 那我自己的四題裡面, 只答對頭的三題 第四題我還在理解中, 因為 現在Facebook那邊已經出了答案了 不過我自己都暫時還沒理解到第四題 那答案是怎樣, 我遲些當我理解到 那時候我會再講 那今次這段影片, 主要都是講Facebook Hacker Cup 頭那三題的內容 OK 那就 OK 那第一題, 叫做Lead for Chapter 1 那他那個故事就是, 有兩種青蛙 那一個叫青蛙王, 我們叫他青蛙王A 那他就一定是在地圖的最左邊 OK, 地圖的最左邊 就是一個1D的地圖 OK, 1D的地圖 OK, 1D的地圖 那這裡有8個個個案, 這裡有8個1D的地圖 那青蛙大王一定站在地圖的左邊 然後一堆青蛙仔, 就站在地圖的其他位置 你看到B, 就是青蛙仔 那這樣就站在地圖, 這個青蛙大王 他本身他的能力就是, 向右跳 如果他中間有一隻青蛙, 他可以攬過去跳一格 中間有兩隻青蛙, 他可以攬過去跳兩格 如此類推 那他只能夠向右跳, 不是向左跳 至於青蛙仔, 他們的能力就是, 他們可以選擇 向左跳一格, 向右跳一格 那這樣的情況 那現在問題就是, 究竟青蛙大王 能不能夠走去地圖的最右邊呢 那這個就是這一條問題的 問題, 就是這一條問題的內容 那這一條其實就, 如果傻的話 可能就會開始想一些DP, Searching的方法 但實際上這一條呢 是一條很簡單的一條數學問題 那因為其實, 第一件事 當一隻青蛙, 向右跳之後 即是當一隻青蛙王, 向右跳之後 比起之前跳過的青蛙, 其實已經全部廢了 就是比起跳過的青蛙, 無論向左跳也好, 向右跳也好 然後右邊的青蛙, 雖然可以自由地向左跳, 向右跳 所以他們本身的位置不是那麼重要 重要的就是他們的數量 簡單一點來說, 當它有一個青蛙 如果它中間有一隻青蛙, 只能夠跳到第三格 但如果它中間有兩隻青蛙, 它可以跳到第四格 或者是可以跳到第五格 然後再回到這裡, 再給我一個表 即是說, 如果一個的話, 它可以去到第三格 如果兩個的話, 這裡可以去到第四格 還有兩個的話, 最多可以去到第五格 然後如果有三隻青蛙, 它可以去到第... 如果有三隻青蛙, 它可以去到第五格 又或者呢, 這裡有幾格 好, 第七格 其實大家都看到, 它最接近就是 當那些青蛙全部靠到最左邊的時候 那些青蛙會跳得最接近 當那些青蛙散到最疏的時候 那些青蛙只有一格疏, 它就可以跳到最遠 那實際上呢, 這裡有條色可以知道 那青蛙可以跳到最少可以跳到最遠 就是大家看看這裡 這裡那個... 這裡的趨勢 如果當它是最小的, 那就是... 青蛙王... 不是, 青蛙仔的數量, 再加這個2 OK, 那如果它... 最多的話呢, 就是可以去到... 2... b加1, 對了 就是兩個青蛙仔加1, 這樣的距離 那... 那... 故事呢, 就是這樣 OK, 那就是... 其實如果那個... 那個... 跳到最遠的位置呢 只要呢, 在這兩個數字中間的話呢 那就已經可以了 那... 所以其實這一條呢, 就不需要做任務搜尋 只要是一個... 很普通的一條數學題而已 OK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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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第二題呢, 第一題呢? 那... 那... 那他的強盤更換回家 那... 那.... 那... 那... 那.... 那... 那... 那巴掌 professor 那... 那... 那巴掌就變得有點有趣啦 OK 首先说到最低, 自然是B加2, 什么原因你自己侵畅一下 但最低是有点有趣 当它是一只青蛙, 下一步只能跳到这个位置 然后故事园 但如果有两只青蛙的话 首先第一步跳到这个位置 然后左边的两只青蛙 右向右, 然后青蛙就可以这样跳一下 然后它可以这样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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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青蛙王不断地 这个位置最多可以跳到5格 但到这里最多可以跳到6格 但只要这个故事继续发展下去 其实它只要这个青蛙不断地向左向右跳的话 即是靠着这两个东西不断地踏跌的话 它是可以跳到最后 即是说只要地图里面有最少两只青蛙 它就应该可以无限跳到无限远 这个就是Chapter 2的答案 其实也不难的 也是一条很紧的, 数学题不需要做任何搜索 好, 接着第三题就比较麻烦一点 看上去比较麻烦 它的故事就是给一个文字的explication 例如1, 括号等等 这些就是代表一个boolean的方式 即是它里面放一些or, n, 数, 这些这样的operator 再放一些variable 即它只有一个variable 要么就是x, 要么就是lock x 然后是0, 即是false, 和1 然后它就砌一条式出来 然后要你在里面移动最少的element 移动最少的character 令到这条式一定等于true, 或者一定如false 这样的问题 这条本身看上去好像很难 因为本身这条问题 它本身有一个括弧的element 有些人如果想多了些 也很正常的 这个想法就是可能会不会想一下 会不会有些地方需要拆括弧 其实当你个人想到这些位置的时候 你会很容易想错的 因为其实这条是不需要你的括弧 就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放下括弧这件事 去想这条问题 你要立刻找出答案 那么今天的答案是怎样呢 很有趣的 我要拿回官方的答案出来 出来和大家说 啊, 还是怎样呢 我一边拿官方答案出来 一边写东西这样说 这样可能大家会容易明白 这个就是meter x 即是第三条问题 这个就是它本身官方写的答案 然后这里我会将它官方写的答案 如果整条价值 那它就是这样在这里说的话 如果整条价值只有一个 这里这样说 如果整条价值 去到最后 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去一次 如果它一定是0 或者一定是1 那那条价值不需要变 可以直接 勾个0 然后呢 第二个casue 就是说如果牢里面只有一个 小 x 或者一个大 x 那 就是这样的话 很明显地 你都只能够将它变成0 或者变成1 即答案它也很明显是1 然后于是有一个其他casue 就是说OK 第一件事 它不是直接output0 就是直接output1 第二件事 它是有operator 在里面 那于是整件事是怎样呢 那它呢 现在呢 故事很有趣 它就正是考虑root 那个operator ok 在root operator 那它有左边的child 和右边的child 那左边的child 和右边的child 它只有四个可能 就是01 小 x 大 x 01 小 x 就是左边 右边都有这样 于是这样 左边和右边 加上有16个combination 那然后再加上operator 那个combination 的话 它这里面 它会有 大概16乘3个combination 16乘3个combination 16乘3个combination 16 16 在48个combination里面 那 combination里面 ok 它这里也这样说 ok 那其实呢 我们会发现 如果这48个combination 在任何情况下 你可以不移动左边的两个variable 就是你可以不移动01 左边这两个 但是你只要 改中间的operator 你就可以把整条数变成constant ok 就是例如 如果它一边是有0的 那你放个n 就可以了 那如果一边是有1的话 那你只要把中间operator 变成0 那它就会变成constant ok 因此最后一个情况 就是 两个x 两个x 和一个x 和一个x ok 那在这三个情况下 你只要把它变成0 ok 那它又会变成 就是有constant ok 那整条问题就是 答案就是 其实你 你只要 改变root的operator 那于是你就可以 在里面是constant 就是这么简单 那 因为整件事 你只要移动一个value 那 除了0之外 没有小过1 所以一定是最小的symbol ok 那这个就是mx的答案 那是这么简单 ok 但是如果你是没有想不到的话 你是会比较难想的 我也都曾经试过 将这一条问题分享给一个 读数的一位朋友 他好像结果都想了 整天都想不到 然后跟着 当我去到最后 那个答案 我展示了给他看 然后他就向我爆炒了 ok 我只能够这么说一句就是 就是 就是这些 你想到就想到 想不到就很不幸地 你就是 就是我觉得这些是需要讲彩数的 ok 但是我自己都不是那么喜欢这些三题 因为第一条和第二条 是很明显地是一些数学问题 他不是一个l个问题 第三条更加是一条数学问题 而不是一个l个问题 但是第三条呢 他唯一考的就是 考你怎么样 pass the tree 就是怎么样去写 嗯 他其实唯一一样东西 就是要你怎么样去pass 这个一条式 要你pass完它之后 你让你知道 它是一个consident 还是一个variable 如果它是consident 那你要output0 如果它是一个variable 即是要outputX 或者落X 你就要output1 ok 那在这个过程里 你一定要懂得pass 这个东西 那么你要懂得用stat 難怪不容易,我只要用python回答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很多關鍵,但這裡有很多關鍵 怎樣也好,我為了這條問題都寫了差不多五十行 都不容易的 就是這樣 不容易的第三條是好的,這樣 你懂得PASS的話就可以了 想到也想不到也想不到 第四個題,我到現在還沒想到這條問題的答案 雖然官方寫了答案,寫了Solution,但我還沒看得明白 我希望我遲些看得明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暫時簡單介紹這個問題 它要你建造一個棵,那棵的圖片有N個圖片 整個圖片裡有100個個個圖片 有N個圖片 然後每一個棵的圖片裡有120條圖片 這120條圖片是說什麼呢 就像1,2,3一樣 就是說,在這棵的圖片裡 在這棵的圖片裡 它一定有一邊是有1,一邊有一邊有2 那1和2就不會在3的上面 也不會走在一邊,它們一定是3的 一個在一邊,另一個在另一邊 它稱為Lawless Common Assessor Lawless Common Assessor 就是說,1和2,它們會在3的位置聚集 但它們在3樓下,就不會聚集 就這麼簡單 然後就要你建造一個棵 就能夠滿足這棵的圖片 有棵就有棵,沒有棵就有棵 然後問一下有沒有方法可以製造這個棵 我暫時來說,這一刻我還沒有想過答案 所以暫時都不會說太多 這個Facebook Hacker Club 這個Qualification Round已經結束了 如果這個時候想報名,都不能報 那下次的比賽時間將會是6月29日 即是下個星期六 那我也會看看 因為 根據官方的說法 不是啊 有些東西我自己誤會了 我先看看 嗯 我記得它有說過 是會有這個T-shirt送的 等一會兒 對了 Round 2的頭500位 是會有一件T-shirt 那Round 2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OK 那它有Qualification Round 即是剛剛結束了 那你只要隨便打對一題 那你就可以去到 那你就已經贏了 那然後Round 1那裡 你只要在裡面 贏對一個底分 你就可以去到Round 2 OK 那其實其實下個月 我只要賺對分數 我就可以睡覺了 不過它那個Rules有點分 因為你審負完之後 你也不知道自己是正確的 Anyway 那 然後去到Round 2的時候 那它有 有200個人去到Round 3 那就是說 在這個Round 2裡面 你頭500個人裡面 你裡面其中300個人 是會被人篩走的 OK 啊 不知道了 好吧 那今晚的分享 就去到這裡先 這樣 那我希望明天 我會有一點精神 去做一些題目 這樣 好 多謝各位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